隐瞒35年,彭家木失踪真相终于被曝光,关于彭家木的死因,外界的观点早已两极化,一种是彭家木的死因涉及超自然现象,或者遇到了外星人之类的事,另一种就是彭家木单独外出行水,泥路后可死,实际上,早在鉴定甘尸身份的时候,我就已经有眉目了,案子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。 我能判定彭家木不是自然死亡,是因为甘尸身上有湿蜡,而甘尸有湿蜡则非常罕见,这一点最为蹊跷,在法医学上,除了氧气以外的营养物质,全部得不到补给,这称之为完全饥饿,因此导致的死亡叫饥饿死,在饥饿死的案件中,最典型的特征就是皮肤干燥,血液减少,内脏体积减少,脂肪消失。 那么,彭家木如果真是外出行水,泥路后没有了水和食物的补给,最后就会发生完全饥饿,而在罗布泊那种极度干燥的地狱,脂肪一定会完全消失,尤其是干湿在沙漠中待了25年的情况下。 而湿蜡呢?湿蜡多见于浸在水中的尸体,或者埋在潮湿多钙和美的泥土里的尸体,在那样的环境下,尸体皮下脂肪会分解出脂肪酸和甘油,脂肪酸和蛋白质分解产物中的氨结合后会形成脂肪酸氨,脂肪酸氨在河水中的钙,每结合形成灰白色蜡状物质, 那就是湿蜡了,这就是说,尸体没有脂肪,那就没有湿蜡,彭加木的死因若是饥饿死,那他的脂肪就已经完全消失了,就算还有一些脂肪,也不可能在罗布泊的极度干燥环境内形成湿蜡。 基于湿蜡的发现,我就怀疑彭加木不是自然死亡,他在罗布泊的遭遇仍是一个谜,根本不像外界猜测的那样,彭加木不是自然死亡,那他就是非正常死亡了,法医都是很谨慎的人,我自然不敢妄下结论,因为也可能是被流沙掩埋,提前结束了生命,这样一来,尸体就会有脂肪,湿蜡也能形成了, 真是如此吗?答案是否定的,在裂缝、强光、高温的条件下,尸体会迅速脱水,变成干湿,干湿结成干瘪状,体瘦如柴,皮层收缩,紧贴骨架,这是由尸体脱水所致,值得一提的是,虽然湿蜡较较干湿少见,但也会形成湿蜡,其蜡化的变化一般仅建于皮肤及皮下脂肪, 因为尸体在蜡化过程中,腐败大都仍在进行,局部形成湿蜡后,尸体其他组织,尤其是内脏,则大多已毁坏。 专家认为,这是因为环境虽然干燥,但由于尸体一部分已干化,其水分就足以供尸体的另一部分形成湿蜡,干湿的形成过程能够有效地保留某些个人特征和暴力作用的痕迹,因此具有一定的法医学意义。 我检查过干湿,他身上有很明显的暴力作用痕迹,这就是为什么我判定,彭加木是非正常死亡了,让我震惊的是,那些暴力作用痕迹太触目艰辛了,是我那么多年法医生涯中罕见的。 究竟彭加木在罗布泊遇到了什么事,干湿身上有着怎样惊人的暴力作用痕迹呢?是谁犯下的罪恶?最重要的是,杀人的动机是什么?为了让案情明朗,我还是先简述案情,这样大家才会理解凶手的杀人动机。 1980年5月8日,彭加木带领一支综合科考队,进入新疆罗布泊考察,科考队自北而南,比人计划提前20天,成功地纵贯罗布泊湖底,原定任务完成后,彭加木建议充分利用原计划的科考时间,继续东进科考。 可是科考后期,科考队剩下的汽油和水都只能维持两天了,他们在库木库都客附近扎人后,一面通过电台向当地驻军求援,一面依靠自己力量找水。 6月17日上午,彭加木留下我向东去找水,彭17610比30的纸条后,独自一人走向沙漠深处,自此在位回到营地,彭加木失踪不久,科考队员曾开着越野车往东找人,开出一公里多,他们就发现了一行脚印,并认定那是彭加木的脚印。 于是,科考队员沿着脚印继续寻找,在六公里左右外的沙包上,依然清楚地看见彭加木的脚印,可却一直找不到人。 到了深夜两点,科考队员仍没找到彭加木,于是不得不把他失踪的消息,用电报报告驻军,并请驻军立即转告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。 第二天6月18日,9点56分,4641号直五行直升机从720基地起飞,直升机上装载了250公斤的水,这么做一方面是为了找人,另一方面是为科考队运送补给。 当日12、15分,直升机在罗布坡以东,发现了科考队的宿营地,后来直升机搜索了40分钟左右,无所发现又返回了科考队宿营地。 第三次6月19日,科考队驱车外出找人,在舒勒河故道中,发现一行向东的脚印。 经过鉴定,脚印是皮鞋血印,大小正好与彭加木的一样,彭加木出走时,正式穿着一双帆毛皮鞋,科考队沿着脚印追踪到一个一米多高的土丘,并找到被撕成两半的糖纸。 糖纸是米黄色,印着椰子奶糖青岛食品厂字样,而彭加木曾买过那样的糖,接着,科考队在土丘上,找到一个明显的人做过的痕迹,可人还是没见着,脚印,糖果纸,作印,是寻找彭加木时,发现的关键线索,可此后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搜索,再也没有找到任何线索。 如今,除了彭加木,科考队的九名队员仍在原室,如果算上背着发爆设备的战士马大山,那就是十个人还活着,罗布泊是真孤岛环境,若有人杀害了彭加木,那凶手肯定就是十个人中的某个人,要知道,当年要进入罗布泊,你没有军方的特殊通行证的话,根本不可能走进去。 可纵观案情,有一个疑点最为明显,那就是脚印,作印,彭加木失踪时,军方曾次次大面积,大规模的,在天空与地面进行搜索,但尸体仍无踪影,这说明尸体极可能被封杀掩盖了。 在罗布泊,封杀大事很常见的是,尸体若被封杀掩盖了,彭加木的脚印应该完全消失才对,甚至堂指也会被吹飞,毕竟要盖住一个人,周围的封杀就应该很大,那要盖住脚印就更容易了。 彭加木失踪后的第二天,第三天,科考队还能找到脚印,这在长期封杀的罗布泊来说,不太可能。 更可疑的是,在找人的过程中,只有科考队的人见过脚印,当时大家为了找人,谁都没有生疑,可若在第一次搜索未果的情况下,将科考队隔离审查,那么疑点就能被发现了。 其实,有相关部门肯定也有过怀疑,只是事隔太久,现场又被人为破坏,封杀破坏,悬案就是只能永远是悬案了。 那么,科考队为什么要撒谎,凶手真的在他们之间吗? 真相在这里,我就要说明干尸身上的暴力作用痕迹是怎样的了。 干尸头部有三处钝气伤,四肢十一处锐气伤,胸、腹、背部有二十七处锐气伤,若非人已经死了,尸体成了干尸,那么凶案现场一定极其血腥恐怖,是谁呢? 科考队又为何一起撒谎找到了脚印、坐印、堂纸,很快的,我上报了这些发现,有关部门很重视,当年限于客观条件没能查明真相。 现在有机会了,他们就马上安排,我与当年跟彭加木,一起进入罗布坡的那十个人见面,听取案情陈述。 一开始,我便跟他们解述了干尸的尸检结果,以及对案情的分析,他们一听就慌了,这个过程是完全保密的。 科考队的队员心理压力大,经过长时间的辩解后,他们知道瞒不住了,这才讲出了今天真相。 根据那十个人的陈述,我得知彭加木生前患有两种癌症,身体虚弱,脾气坏,为人很固执,跟队员相处也不好。 那时,科考队的补给已经不够了,彭加木执意继续深入罗布坡,这是要把大家带入死亡的境地。 科考队的队员认为,你患了绝症,活不下去了,可我们还有活路,犯不着跟你寻死。 在当时,科考队想向军方求援,可彭加木却说,用直升机运水,太贵了,直升机飞行,一小时,就要花两千多元,住,这是当时的价格,从附近驻军基地飞到这里,来回要好几个小时,运一趟水得花费国家上万元资金,我们能不能自力更生,就近找水呢? 可是,罗布坡的水笔鬼还飘忽不定,今天这个水井有水,明天可能就干掉了,自然而然,他们按图所记,没有找到水井,其中一个搞水文地质的队员分析,那一片地方不可能有水,科考队自次陷入了绝境。 在那样的环境中,人性往往会受到考验,人与人的关系也会变得很微妙,彭加木的脾气不好,跟队员常吵架,他不要命的冒险行为,早已导致他跟队员积怨很深了。 就在1980年6月16日,彭加木失踪前一天,科考队在宿营地西面百米处发现了彭加木,当时他全身是血,人已经死了,谁杀了彭加木,科考队没有一个人承认,尽管他们知道,肯定是队伍中的一个人,或者几个人干的, 但他们都选择了沉默,因为彭加木不同意向军方求援,要自行在罗布泊找水,科考队不可能活下去了,而且水跟食物也不够分配了,死了一个人,减少了消耗,科考队才能争取多活一点时间。 事发后,科考队挣扎了一晚上,最后决定隐瞒真相,编造一个谎言来欺骗世人,于是,他们埋掉了尸体,假说见到了脚印等等,这也就是为什么只有科考队见过脚印的原因。 事实上,科考队当时也觉得这个谎言太拙劣了,因为纸条说往东走,东是一个大方向,他们所到之处,居然能见到脚印,这实在是太巧了。 至于纸条,那确实是彭加木写的,这点在后来公开的新闻中都有提及,但也都提到了重要的一点,在确定日期上,彭加木似乎犹豫了一下,最后将16改成了17,其实,科考队为了拖延时间及圆谎,是他们把16改成了17败了,一个谎言诞生,那就诞生更多的谎言。 科考队没有办法,只好硬头皮演下去,同时,他们在问自己,队伍中的哪一个人是凶手呢? 彭加木身上有那么多伤,血溅了满地,行凶的人,身上肯定会染上血迹才对,即使脸上,手上的血迹能抹去,衣服上的血迹在萝卜泼中,不可能马上洗干净。 真要找凶手的话,科考队百分百能当场揪出来,但他们没有那么做,我听完了陈述,心情很复杂,谁对谁错,太难判断了,杀人,固然不对,可是不顾全队人的安危,这又与杀人合一? 在罗布泼那样的绝境中,补给不够了,是会死人的,要不是在失踪案发生后,科考队发出电报球员,他们都不会得到那250公斤的水。 这样的案情其实破绽很多,只是没有人会怀疑科考队,因此外界对彭加木的失踪猜疑不断,案情也越来越神秘。 事实上,只要理性看待此案,便会发现以下的疑点了。 一、罗布泼风沙那么大,尸体都不见了,脚印在彭加木失踪第二天,第三天还能看见。 二、彭加木身患绝症,体力不好,在没有水与食物的情况下,迷路后也不可能走出太远。 他在理所能及的情况下,应该会留下明显的标记,方便别人找到他,不会一直乱转。 三、科考队携带了枪支,彭加木失踪后,有关部门检查过子弹少了,后来的解释是科考队猎杀了野骆驼,为了制作野骆驼的标本。 当时他们对野骆驼包皮取肉,只留下了骨头,这样一来,大家的衣服都有血,子弹的用途也被合理解释了,可野骆驼的骨头标本没有火气伤,可以说是完好无损。 也许子弹没有打伤骨头,但真要打死野骆驼,子弹进入野骆驼体内后形成的破坏力,很难不伤及骨头。 四、恨一个人入骨,要将他杀死,捅几刀不解气,捅十刀总该够了吧,为什么彭加木身上有那么多暴力作用痕迹,不怕血迹溅到身上吗? 综合案情,我怀疑科考队员还是说了假话,子弹的用途不一定是射杀野骆驼,当时没有法律规定,不能掠杀珍惜动物。 彭加木失踪,这是必然的,因为尸体能看出死因,如今尸体找到了,暴力作用痕迹却那么多,尤其是头部的钝气伤,很像是有人要砸碎头骨才甘心。 这样一来,彭加木头部如果有枪伤事隔多年,射击残留物已经检测不出来了,也很难鉴定出来了,而法医的注意力也可能会集中在四肢与其他部位的锐气伤上。 案子进行到这里,已经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了,我在写好报告以后,便没有再接触到相关信息,连经守过的干尸,资料等,都被收上去了,如同做了一个梦。 若非大自然的力量,彭加木的尸体不会被封杀卷起来,也不会被人再度发现,死亡之海的秘密就不会曝光。 在这里,若真要我指出真凶是谁,我只能说,那是集体作案,十个人都是凶手,理由就是他们互相维护,而单人犯案的话,在那样的环境下,不可能不被发现。 彭加木也有呼救的能力,他被袭击了,总会发出声音,宿营地的人一定会察觉。 然而,事情已经过去许多年,不需要再追究下去,有时保密也是对受害者的一种尊重,欢迎并阅读史明今,透过历史现象发掘事件本质,了解更多历史真相。 感谢观看